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频道 在今集阿N就继续和大家分享上海妹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我们就讲了上海妹一些演出的经历 今集我们就会以列表的形式和大家分享 上海妹拍过什么电影 上海妹都是一个零影相妻的艺人 上海妹的银幕处女作就是沙三小 这套《沙三小》是1935年拍摄的 一直到她的电影的遗作叫做《女儿香》 《女儿香》是1951年拍摄的 上海妹总共拍摄的电影不是太多 总共拍摄了13部电影 而且全部都是黑白的粤语电影 在这里阿N就和你慢慢读出来 在1935年9月第一套电影就是沙三小 上海妹就饰演银者 1937年5月就是神秘之夜 1937年11月72项 第四部电影是1939年1月 第四部电影是1939年1月 电影是第八天堂 1939年6月电影是半面西斯 黑白炎益市 第一阑在于1939年11月 刑逾营罗王 相隔两年之后 再演出作中编教堂 《祖瓷器曹操》 飾演吹凤閃,四一年七月,冰山火線, 上海妹飾演夏家碧,二戰期間沒有電影拍攝, 一路相隔七年, 直到解放後,1948年七月拍了一套《好女兩頭門》, 同年十月拍了一套《雙人頭賣舞》, 然後四九年十二月拍了一套《大鬧粉妝樓》, 上海妹反串飾演《龍標》, 1951年3月拍了一套《銀海春光》, 上海妹飾演《粵劇紅領》, 這套片是用來紀念《零星日報》創刊十九周年而拍製, 並且還要三十多位影星和導演、客串演出, 直到1951年十月, 開拍《女兒香》, 上海妹飾演《粵劇紅領》, 這套《女兒香》也是上海妹的最後一套電影, 拍完這套電影之後, 上海妹就忍退了一路病, 沒辦法再演出了。 上海妹演出有什麼特點呢? 越劇專家譚伯業先生, 對上海妹的演出, 作出以下評語, 上海妹擅長演出一些悲劇, 言妻良母型的文場戲, 她最拿手。 上海妹的唱法, 露字, 康好, 而且聲氣, 但聲和氣都不足, 但她能夠巧妙地掩蓋這些短處。 她的造手乾淨利落, 台步更加一絕。 上海妹的氣露, 和另一位名林千里區, 相類似。 在1954年9月16日, 星期四, 時間是下午4時50分。 在尖沙咀科士甸道108號4樓住所裡, 上海妹因為肺病不治逝世, 享年只有45歲。 她在離樓時, 她的丈夫半日安, 都仍然在越南登台表演。 沒有辦法送到上海妹最後的一程。 上海妹遺下了當時19歲的長女李若玲, 和一個六歲的幼子李迅華。 在1954年9月18日, 星期六下午2時, 上海妹在萬國殯儀館出品, 並且依照她的遺言指示, 在鑽石山舉行火葬。 講回一下, 上海妹曾經參演過什麼劇團呢? 這麼久以來, 上海妹曾經參演過的劇團其實不太多。 以下就是上海妹曾經參演過的劇團。 首先就是金猜鐸全女班劇團, 太平劇團, 新大陸劇團, 國仙星劇團, 新星劇團, 國華劇團, 錦添花劇團, 大前程劇團, 和最後的麗春花劇團。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上海妹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裏, 亦都全部完結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多多留言點讚, 亦都希望大家, 多多訂閱我們的阿N與阿N頻道。 我們下一集, 繼續和大家分享, 另一位明寧的戲劇人生。 希望大家不要錯過。 好, 拜拜。